邻近台中歌剧院 周边有非常好的居住品质 屋主举家搬迁来台中 就是看上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 而卜冠城设计师 善于掌握空间的氛围 一进门就让人感受到 无压的视觉平衡 替屋主营造了一个 可以让人舒压养生的 休闲系大平树空间 这个案子是我们 师座一个八年前的客户 所介绍的新屋主 他本身是在南部居住 他喜欢的是比较明亮 比较通透的感觉 不喜欢太繁琐的线板 或是一些太多的造型 所以我们沿用的南部人 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原木或是木皮 然后来去增添这整个空间的 一个温暖度跟质感 那我们在整个的动线的规划上 考虑的就是女屋主目前暂时 还是会用轮椅来做一个辅助工具 所以我们在动线上 有稍微尺度加大 让整个空间在轮椅的游走上 比较不会有所谓的障碍 普设计师 我发现所有你接触过的客人 其实都非常的信任你 而且呢 据说这个屋主 其实他也是透过别人的介绍 所以把东西交给你之后 我觉得他就完全交给你了 是的 因为这位屋主 是之前我八年前 做过的一个案子的 就客户介绍的 对我们强力的推荐 所以这位屋主他还对我们非常的信任 然后就全权委托我们 来承担这个整个工程的设计 跟事做这一方面 因为这个屋主他本身非常的忙 在大陆经商 他是偶尔才会回来一次 整个时间上 比如说谈吐跟签约这个部分呢 都几乎都是在车上去完成的 然后他对我们也非常的充分的信任 所以说在整个动线 在整个配置 他都没有太多的意见 包括连他的软装 他的家具 他的家电 都希望由我们来去帮他做代勾的这个动作 当然其实走入这个空间 我发现六十几瓶 但是因为你用的这个浅色器 我觉得让我走进来感觉到 心情整个放松之外 而且我觉得好宽到超过六十瓶 是 这个案子跟之前以往的案子 比较不大一样 因为屋主他是南部人 那南部人他们比较喜欢明亮的感觉 然后不喜欢太多的线板 或是太多的繁琐的造型 那我们就尽量以整个的浅色系为主 去搭配我们比较有质感的木皮 然后去衬托整个空间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它有放大 然后也能够温暖整个空间的感觉 因为你用了一些材质来做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很有层次感 是 我们从一进门来看 从玄关那边就有一个米黄洞石 因为墙面太白镜 所以说我们用了米黄洞石来去温暖整个空间的摆镜度 然后搭配了它的不锈钢的铁件 然后让它衬托一个质感 让整个空间的温暖度把它带出来 那来到我们的客厅这边呢 左边有一个很亮体很大的一个柱身 那我们一样延续性用了皮板 那这个皮板一样我们在它的边边箱的一个不锈钢的铁件 这个也一样是要从玄关来到客厅 把整个空间的延伸带出来 那另外这一个爱玲你看一下 像我们有用了十字的分割线 然后你再看一下我们的后面那个黑波 我们也一样用了十字的分割线 让它整个空间有一个对称度 有一个设计的感觉 那在这边我们的客厅这个墙面呢 我们使用了所谓的银壶的这个石材 我们是故意去挑它纹路比较细致 比较活泼 然后整个把客厅的墙面的延续性 整个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尺度上 那另外在我们的客厅石材的下面 我们做了一块皮板的台面 它是蛮厚的一个台面 要呈现的是一个感觉 是厚实的感觉 下面的台度 我们就用了清水模去做加工 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的 所有的每一位的家人 他都能够很沉淀很放松他的心情 其实这个空间非常的简洁 但是有一些很细致 而且我觉得很精工的 这所谓的一些纹路去展现它的层次感 那相对于就是一些比较干净的墙面的话 如果它的这个油气功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露出破绽了 是的 艾琳您有没有发现 我们从玄关一进来的隔间墙 包括我们的沙发背墙 这个我们都是用木座的手法处理以外 我们还加上了所谓的烤漆的部分 那这个大面墙的烤漆 一般来说在台中会比较难做 因为它要考虑到它的匀秤度 还有它的平整度 你看我们的颜色整个漆起来的感觉 是非常的均匀 然后没有所谓的勾缝的一个勾痕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要用非常多的时间 画在这个加工的方面 空间再简单 但是我觉得工一定要够细 是的 否则呢这绝对是会是在一个空间里头 就是很容易就是看出来的一些缺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普设计师 都有把它完美的把它做在这个空间当中 就像是我们阳台外面 我觉得哇好有气势这个阳台 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放就浪费掉了 但是你放了我们的桌子椅子 然后一个盆景在那里 我觉得它就变成一个室外桃源 而且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休闲 然后喝喝茶 我觉得真的是运用的非常的完美 我觉得真的是运用的非常的完美 你做了一个隔墙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隔墙的设计很有造型 是 我们在这整个空间的界定 我们是用了颜色 我们用了造型 但是我们没有让它很封闭 那我们做的这道隔肩墙是用了木皮 加上透明的墙化玻璃 我们也加上一个框边 加上了所谓的小白石 我们的屋主如果说他们在全家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可以检检松叶 检检松果 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当作一个旅游的一个故事 不过呢在我们这隔墙的对面呢 有这个非常有造型的这个食材打造的坝台 我觉得这也是屋主当初想要的吗 当初的屋主的话 是他想说跟他的家人 他的宾客 来这边也可以当作一个小聚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空间 那坝台呢 我们沿用了大理石的银壶 加上我们的人造石的台面 再加上我们D面墙面的木皮 三个元素去做结合 让我们的吧台跟客厅的电视墙 整个空间有延伸的效果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让这个客人啊 朋友啊 大家也可以有这个情感交流的一个小小的原地 不过呢 我觉得家的感觉真的很重要 像这一块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餐桌 那当然其实餐桌旁边这个背墙 那我知道普设计师有讲过他是很有故事的 是的 儿子画的 真的 很厉害耶 对 因为他儿子本身是一个画作的艺术家 那我们想说 我们在餐厅的背墙 这个比较大的墙面 我们来让出一个空间 让大儿子能够在这边尽情的发挥 他心里面想要的一个画作 也能够当作他们全家用餐 或是宾客用餐的时候 一个主题 但是我发现就是白雪 感觉上应该是冰冷 但是他的整个画作的丰富度 其实是在雪中 但是很有温暖的意境传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 可以感觉出来在这个空间里头 在这个屋主他们里头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核心点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连餐厨区就是我们的厨房 他也有一个中导 这个中导 其实也应该是要连结这个家的感觉 是 没错 因为女屋主她本身 目前行动必须靠轮椅来做一个 辅助行动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当时候在拿捏这个中导的时候 它的尺度我们有考虑到 到底是要让它再大一点还是要小一点 因为女屋主附件的这个事件 它不是很长期 它是一个短暂的事件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 原来应该有的正常的一个功能存在 所以我觉得普设计师 你跟你的团队都非常的细心 因为我觉得都已经设想到 这个所谓的时间点 然后还有就是需求性 我觉得这些都规划在里面 那当然其实在厨房旁边呢 我看到有一大排的收纳空间 哇 好羡慕喔 但是他们只是短期住在这里 所以需要这么多的收纳吗 虽然屋主他们只是短暂在台中居住的一个环境 我们也考虑到屋主他之后 如果说这个房子他想要换更大的 那新进来的屋主呢 他也能够享受到原来应该有的机能 然后能够让整个房子它的价值能够提升 艾玲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从我们的玄关进来 一直到我们的所谓的餐厅厨房这一边 我们的所有的柜体并没有外推 是内缩 最主要是维持它原来应该柜子有的收纳量以外 还能够让视觉整个看起来它是放大的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在设计装潢的时候 常常有觉得最棘手的就是一些挑战点 那这个房子听说有这个衡量 但是我一直在想它到底在哪里 第一支衡量是在我的头顶站的这个位置 第二支衡量是站在我们背后这一道画墙的后面这个位置 那我们运用的天花板的一些立体的造型 还有框边的造型 然后把这个量身把它虚化掉 确实我觉得这能够把这个用造型把它去克服的话 我觉得完全就让大家忘掉它原本的这所缺点了 是的 是的 舒适的空间氛围 协调的视觉铺沉 在简约休闲的设计之下 蕴藏的是补设计师对空间表情掌控的功力 而针对每个居住成员的性格和需求 补设计师也都赋予不同的设计与会 大儿子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创作画作的艺术家 然后他偏向的调性是比较温和的 所以说我们在他的墙面 用的比较属于温和的一个编织的皮板 那至于小儿子他是比较活泼 他的属于的调性是比较稍微浓烈一点 所以我们也是用的所谓的深色编织的皮板 然后加上他的木皮的床背墙 让整个空间而不至于太重 然后又能够适度的表现他的风格 我发现你运用了很多他们每一个家人 自己的个性特质跟兴趣把它融入在设计当中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女屋主她的身体 可能行动上比较不方便 但是你特地为她规划了一些动线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一个门的尺度上我们有开的比较大 甚至在我们主卧的整个空间的动线的尺度 我们都有精算过都是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不过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进来以后我发现这一面墙很少人用这个材质来做墙壁 是的 这一个沙发的背墙后面这一个小起居室呢 我们是用方块地毯来去做一个造型 然后我们加了间接灯光 让她的整个的层次感能够比较有一个明显的设计 那艾玲也有发觉说我们从门口一进来 右边有一个亮体很大的柜子呢 这个柜子我们一样也是用了十字的分割线 让整个空间去延伸 那在这个很大亮体的这个柜子的背后 其实是我们客厅一个很大亮体的柱子的柱绳 那我们也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方式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外出幅的一个吊卦的衣柜 也做了一个顺手可以置放的一个抱抱柜 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左的床头这一边 我们用的表布表皮的方式 也做了立体的勾缝的造型 让整个空间呈现的是一个很温暖 然后又不会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 那至于说我们的门进来的我们的左侧 我们做了一道隔间墙 那这道隔间墙当然就是区隔 说我们的所谓的起居室 跟我们的更衣室这个空间的一个界定空间 那我们也用了几个图形加上我们的灰波去做一个造型 另外在我们的身后这一边有一个所谓的电视的墙面 它是在电视的壁挂的这个区块上实际上是隔间墙 但是在左边这一边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置物柜 不过我发现你的这个衣橱的柜子从外面电视墙 它是用白色的门板 然后到了里面呢又用木皮的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让整个空间里头有一些转折的变化 是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白色的部分 它能够让整个空间能够放大能够延伸 那我们用的木皮的部分 最主要是让整个空间能够温暖 那我们在我们的更衣室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的系统柜加木座的门片 那留了所谓的门沟的一个造型 除了能够让里面的潮湿能够让它避免掉以外 也能够当作我们的开门的一个把手的顺向的方式 而且很有造型 是的 但是走进去我发现真的是这个空间好大 浴室超大的 但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没有做一个泡澡的浴盆呢 一般来说南部人比较没有所谓的泡澡的习惯 另外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因为到女屋主 他本身行动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浴室方面我们设计了两个所谓的领域空间 比较矮身的那个领域空间 他以后也可以当作长辈跟小孙子 在那边可以当作他的沐浴的一个乐趣的用途 等于是一举两的 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如果未来十年他们住在这边 还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你已经量身定制了所谓未来十年的幸福空间 是的 这也是男屋主对女屋主的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巧思 也感谢我们的旧客户跟我们的新屋主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能够让我们尽情的发挥 想欣赏更多普冠城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那我们发生不过去吧 我们发生不过去吧 去吧 声音乐